0403花蓮大地震后 东台湾建筑倒塌 14日早上10点34分 花蓮县近海又发现规模4.7地震 泰鲁哥震度达到4级 地震多 围绕建筑问题浮上台面 偏偏都更难以执行 有的人是要靠这边做生意来生活 他离开这里他没有办法 比较一间分歧 一楼的比较在乎他们的店面价值 想要维持 国内房屋超高龄 2023年第二季 30年以上屋龄的房屋达到483.8万户 10年累计增加约128万户 日共2024年底恐怕突破500万户 老屋比重超过全台住宅 总数一半 不过2016年蔡政府上任 就说新北市屋龄3040年的房子 有数十万栋最适合大规模都更 8年过去双北依然位居 全台高龄化房屋前两名 屋龄已经老旧到可能不用缴 甚至顶多缴少许的几百块 一两千块的房屋税就好 对比新屋动辄可能要每年上万元的持有税 根据台政部统计 2022年全台有247万户住宅 免缴房屋税 新北市约27.5万件 台中 台南 高雄各超过21万件 每年各以5.9万件增加中 狂来大地震后 台北市中正区南机场整间住宅 但愿4倍贴上黄单 地方里长则4井 都跟不是赶走穷人 没有安置配套 知名无法面对 问题是现在临时要出房屋 都不到啊 五六千块 现在五六千块是没办法的 几十年的老住户 一旦离开南机场 就失去烙酒处 缺乏完整配套的都跟 让帕地站的居民更恐慌 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